朋友们大家好 这两天我很想吃牛肉面 但是面馆的牛肉又太少了 吃的不过瘾 所以今天买了一块牛栏 自己在家做 牛肉我们这边现在是43块钱一斤 这么多是65块钱的 剁好了之后 给它清洗干净 准备炖牛肉的香料 有葱姜 八角 干辣椒 桂皮香叶 白蔻 小茴香和花椒 先把牛肉焯下水 冷水下锅 开大火煮开 烧开了之后撇去浮沫 然后把牛肉捞出备用 煮牛肉的原汤不用倒了 只要把里面的杂质过滤干净 这个汤是一点异味都没有的 非常的鲜 留着一会炖牛肉 还加这个 锅烧热倒油 将牛肉开大火煸 把牛肉的水分炒干 这样炖出来会更香 炒干水分之后下入准备好的香料 把火调小一点 继续的煸炒 再沿的锅边煮少许的白酒 高龙的酒精把香味一下都吸出来了 再加入豆瓣酱 姜辣酱 把酱也炒香 炒出香色 生抽一点时间的锅边引入 这样子会香 再稍微的煸炒起来 再把刚才的原汤倒回锅中 不需要加盐 我们加入白糖提鲜 再加入少许的老抽上个色 然后把牛肉倒入高压锅中 大火上汽了之后 用小火压上20分钟就可以了 朋友们如果没有高压锅 用普通的锅炖要炖上2个小时以上 在面碗中加入盐 鸡精 生抽 葱花 水开了之后 下入面条和蔬菜 现在面条已经煮好了 先舀上几场面汤 然后盛入面条 这个牛肉就可以按心情来加了 最后再加点牛肉肚 这样一碗非常好吃的强师傅牛肉面 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就试一试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